嗨,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和大家分享Google最新发布的AI大模型Germany的免费使用 它是被定位于和OpenAI的GP4所抗衡的产品 首先呢,我们可以通过这个ai.google.dv这个网址来进行访问啊 那么这个链接呢,我会贴到本期影片的下方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的英文啊 Build with Germany 使用Germany来构建我们可以体验Google最大最强的AI模型 如果说你觉得这个英文用起来不方便的话 你可以用你浏览器上面的这个翻译插件 把它翻译成中文啊 你可能觉得它会方便一些 好,那么我们下面给大家先介绍一下 我们再来使用 那么Germany目前它是有三个级别 分别为Germany Ultra还有Germany Pro以及Germany Nano 首先Germany Ultra呢 它是适用于大规模高复杂度的文本和图像推理任务的最强大的模型 那么它会将于2024年初推出 那Germany Pro呢是性能最佳的模型 它具有适用于各种文本和图像推理任务功能 最重要的是Germany Pro呢 它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还有就是Germany Nano 那么这个它是专为设备上面的体验而构建的模型 它可以离线使用 比如说在Google手机上面的使用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点击这个Pricing来看一下 好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Germany Pro呢 它是对每个人都是免费的 可以看到这里 Free for everyone 每个人都可以免费使用 我们可以看到 不管你是输入的内容 还是输出的内容 都是免费啊 看到这里Free啊 另外呢 不管你是输入还是输出的这个数据呢 也会被用于提升这个产品啊 在这里呢 你也是要知道的 还有就是这个免费的Germany Pro 它是有每分钟60次的一个查询次数的限制的 不过这个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用户来说 完全是够用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要来使用 就在这个Google AI Studio里面来进行使用 那么我们点击这里就可以啊 点击它 登录你的Google账号就可以 好 登录进来以后呢 我们给这里来打勾啊 打勾 然后呢 下面这两项呢 是用来接收Google AI的一些资讯啊 就是它会给你发邮件 如果你有这个接收资讯的需求 你就打上勾啊 或者是呢 你不打勾也可以 这个都无所谓的 只要第一个打勾就可以 然后呢 我们点击Continue啊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进入到了这个Google AI Studio啊 那么现在呢 我们有两种使用方法 就是要么你使用这个Germany的API啊 就是你其他的一些第三方的程序啊 或者应用 想要调用这个Germany 或者说呢 你直接在这里面来使用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啊 getAPI key 点击它 然后我们来点击这里的 createAPI key in new project啊 我们来点击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稍等一下 它会生成一个API key 也就是一个密钥 好 那么现在呢 我们这里就生成了一个key啊 大家看一下 这就是一个key 就是一个密钥 那么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copy啊 来把它复制 你可以存到一个记事本里面 或者存到一个文本里面啊 如果说你把这个刚才那个小窗户关掉了 想要再次找到这个key 就点击这里 大家看一下 哎 又出来了 你拷贝它就可以 那么我们在这里呢 可以创建多个API key啊 比如说我再去创建一个 看这里呢 又创建了一个啊 然后我这里有两个了 可以创建多个啊 至于它能创建多少个 我没有测试过 你感兴趣的话 可以自己去测试一下 那么这个key 我们怎么去用呢 啊 就是你比如说你其他的一些应用 或者说程序啊 插件要调用它 你把这个key复制一下 然后呢 我在这里给大家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一个翻译插件 就是这个沉浸式翻译啊 这个插件呢 也推荐大家使用啊 挺好用的 那么我点击它 然后呢 我点击这个设置 OK 那么大家看一下 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沉浸式翻译的这个插件 它使用的服务是谷歌翻译 除了谷歌翻译呢 它支持微软翻译啊 也支持 以及我们现在正在要使用的Germany 还有下面这么多的这个服务 你都可以选择啊 但是相应的服务呢 都是需要调用他们的API的 那现在呢 我就点击这个Germany 然后呢 我们把刚才复制的key 给它粘贴到这里啊 给它粘贴到这里 OK 那么粘贴到这里以后呢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能不能用啊 点击测试服务 OK 验证成功 那么说明我们这个key 是正常可以使用的 那么后面 比如说我们要使用这个沉浸式翻译 来翻译一个网页 它就调用的是这个Germany的这个API 就是这个应该给大家说的很清楚了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啊 现在这个沉浸式翻译 我来打开一个啊网站 好 那比如说我打开了这个TED啊 这个很著名的一个演讲网站 然后呢 我们现在使用这个沉浸式翻译 来把它这个网页的英文翻译一下 来试一下啊 好 我们点击翻译 OK大家看一下当前的翻译服务就使用的是Germany 好我们点击 好 大家看到啊 那么现在这个英文的网站 我们就翻译成了有中文的对照啊 这样这个我们就已经成功的使用了这个Germany这个服务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英文都是有这个中文的对照的啊 好 那么更多的我就不再演示了 如果你有其他的应用或者说其他的程序啊 插件 想要调用这个Germany啊 就你在这里来创建一个这个API key 就OK了 好 那么有的朋友哪说 哎 我不使用这些 也没关系啊 这些东西你都是可以删掉的啊 删掉就OK了 那么说如果你没有这个调用API的需求 你想直接使用这个Germany也是可以的 我们直接在这里点击这个Create New 然后点击这里 好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直接使用了 在这里呢 它是有两个模型可以选择的 看一下 Germany Pro 还有Germany Pro Vision Germany Pro呢 主要是用来处理一些文本类的一些任务的 那么Germany Pro Vision 它是来处理一些啊 图像类的任务的 我们先来体验一下这个Germany Pro啊 点击它 然后呢 你就可以在这里直接输入 比如说我们来输入 请介绍自己能做什么 哎 然后呢 我们点击下面的这个ROM 好 看一下它的介绍 我是一个大型语言模型 经过谷歌训练 可以执行各种语言任务 我可以生成文本 翻译语言 回答问题 撰写故事 甚至写诗 我还可以提供信息 并帮助您完成各种任务 以下呢 就是我擅长的一些事情啊 大家感兴趣的话 可以了解一下啊 那么这个呢 你就可以继续的和它对话 然后呢 我们可以再提出一个问题啊 那么在这里呢 大家就根据自己的想象了 它既然是一个人工智能大模型 那么你就根据自己的需求想象来提问题了 我就再随便提一个问题啊 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比如说我问一下 你和chatgpt谁更强大 好 那么我们点击这个run 好 那么这个Germany Pro的这个演示呢 大家就了解到这里啊 那更多玩法 你自己想提更多的问题啊 根据自己的想象力 你天马行空的去提问题 或者让他帮你去做一些内容 都是OK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再来啊 使用这个Germany ProVision来体验一下 好 我们选择这个Germany ProVision 然后呢 我们可以把刚才的这些内容给它删掉啊 可以给它删掉 现在呢 大家看一下 确认一下我们的模型选择的是 Germany ProVision 好 那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 Germany ProVision来进行图像的处理了 首先呢 我们来点击这里啊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呢 是我当前Google云盘里面的一些图片 你可以选择你Google云盘里面的图片 或者点击这里来查看全部的图片 下面这些呢 是他给的一些视力的图片 那我们就用它视力的图片来测试一下 我们随便来选择一张啊 比如说我们来选择这个 然后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那么我们来问他图片中是什么 OK 然后我们点击 可以看到 他识别到图片中是一只猫啊 这个识别没有问题 那么如果你觉得他识别的对 可以给他打一个对号 也是帮助他们提升这个产品 那么我们再测试一下啊 比如说我们再找一张照片 好 我们找这个 好 点击右下角的添加 然后呢 我们来给他说啊 请根据图片帮我做一首诗 好 那么我们来测试一下 好 我们可以看到 他根据这个图片 帮我们做了一首 名为沙漠的一首诗啊 内容还是挺多的 啊 那更多的玩法呢 你可以自己去探索 天马行空的去探索 那如果说你要上传自己的图片呢 你点击这里 然后点击这个upload 然后点击这里 就可以上传你自己啊 本地的一些图片 来进行这个图像的处理了 OK 那么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的 这个Germany 它的API的这个获取和使用 以及呢 你想直接使用 就在这里来使用啊 那以上呢 就是我们今天分享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分享 别忘了点赞评论 订阅我的频道 那么我们下期更有意思的视频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